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秋时期的医患纠纷晋国的晋景公有一天做了个噩梦 于是叫巫师来占卜 巫师说你吃不到明年的心脉怎么 就是说他活不过一年了 鸡某一听 你妹妹的敢诅咒国君 当即就把巫师拿下 但并没有杀他 因为鸡某要让巫师看着他吃到心脉 后来心脉成熟 鸡某命人用心脉做好饭 把巫师带上来 让他看着自己吃到心脉 就在这时鸡某突然肚子疼 就去了厕所 结果掉进毛腾淹死了论陷带厕所的重要 果然没吃到心脉 这故事还有一小插曲 进景公死了之后 有一个太监梦到自己背着景公上天 认为是好事情就到处说 然后大家就让这个太监殉葬 嗯 或从梦中来 四 汉成帝留到汉成帝继位后 沉迷九色 赵飞燕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汉成帝对赵飞燕姐妹俩可谓是宠爱又家 并且是废除了皇后 从此是夜夜生隔 不在早朝 终于由于体力不支 累死 在了赵飞燕妹妹的床上 一个堂堂一锅之君 就这样死在石榴群下 不可谓不说是皇家的执着 四 北齐文宣帝高阳高阳是一个酒鬼 是酒如命 他最终的结果 是因为过量饮酒得了验食症 之后被活活的死 此时刚过三十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